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奄奄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大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1001 梦见生命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分别一切法为外尘像 好生勿死 念念千流 不如梦幻虚假 产生了我像 接着分别一切法为外尘像 此集金刚经所讲的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我以外的东西就是外面的世界 这样就糟糕了 它已经把我跟外面的世界分离了 众生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才自私 你自私 我不生气 为什么 因为你的脑袋是这样的认知 已经执着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在你的人生中 在你的人生中 一切人世实地物都被你拆开 你的内在都在挑你喜欢的 喜欢 讨厌 就是从你多生累积的喜迹而来 那叫好恶 为什么你从小就有好恶的心 好即贪 物即撑 一个人被好恶所困 就是愚痴 就是有分别 所以才有选择 若是没有分别 你哪有这个问题 海阔天空 无论任何时间 空间 无论任何友情 无情 你跟谁都好 你问师父 什么是开悟的人 简而言之 跟谁都好的人 就是开悟的人 而你和自己都处不好 也不是没有办法印证 一个人开不开悟 也不用讲那么深奥 让人听不懂 怎么样学 学到跟人家都处得好 师父 我学到跟人都处得好 但是我还害怕鬼 那你就学跟鬼处好 我一说 你就要以此类推 我的意思就是 你彻底地接受 为什么 因为你明白 而且这样的接受 没有半点委屈 强迫 或心不甘情不愿 那么自然 如果你不能彻底地明白 你一定要忍耐 伪装 压抑 有一天 你会抓狂 我说有一天 是方便说 以真实意来说 你本来就是那样子 我们内在 就是那样子 好生物死 我说不完 人为什么不能饶过自己呢 不知梦幻非真 虚假非真 体悟一下 一句就好 不用学那么久 但是你不能说 师父 没有学佛法以前 我早就知道 人生就是一场梦 你已经学到麻木了 真理 让你看到 也没有什么 各位 真的不一样 你早先 是只知其自 不知其意 自 即 人生是一场梦 这句话你懂 意义你不懂 你不要误以为自己懂 迷人 不知梦幻 请问 有一个人做梦 他在梦中走来走去 他到底有没有走来走去 梦中走来走去 明明就是有生有灭 明明就是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那就明明有啊 你跟我说没有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有和没有 生灭和不生灭 是一样的 梦中的你是走来走去 以真实意来讲 根本就是一场梦 你所讲的有生有灭 就是我讲的不生不灭 你所讲的不生不灭 就是有生有灭 如果你希望我讲有生有灭 你才听得懂 我会讲有生有灭给你听 如果你希望我讲不生不灭给你听 心才会安 我就说不住不生不灭 但是 有生有灭和不生不灭 对悟到的人没有意义 对没有悟到的人有意义 有意义 用得好可以修行 用得不好就麻烦 如果你说那个人在做梦 在梦中跑来跑去 这样讲也对 如果你说那个人根本没有跑来跑去 因为是一场梦 这样也对 所以你们不用争 有的人 你就跟他说 你看 我们就是跑来跑去 为什么 因为他在做梦就是这样子 但是有人不喜欢这样跑来跑去 他觉得很累 你就跟他说 原来是一场梦 他的问题当下就解决了 问候思维 你对梦 这个观念 有没有越来越强烈了 心平和老池记 行旨和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看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